虚竹为何与孟姑老死不相往来 你看虚竹后来又娶了谁就懂了 天山同老绞尽脑汁要让虚竹破解 他身之万恶银为首 于是辱来了西夏国的公主李清雾 将他包了个金光丢到了虚竹的床上 虚竹虽然一心向佛 但终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躯 哪能坐怀不乱 于是虚竹化身孟郎 和孟姑在冰窖游了三日的雨水之欢 随后的剧情峰回路转 天山同老和李秋水大打出手 双双气局而亡 虚竹就此和孟姑断了联系 哪知机缘巧合之下 虚竹又在茫茫人海之中和孟姑再次相遇 每当提及虚竹其遇的时候 一些读者都入出了羡慕的眼神 但你可能不知道 虚竹出任了灵鹫宫公主之后 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灵鹫宫乃逍遥派的分支 在天山同老尚未离世的时候 他麾下有九天九不仲女 还用生死符操控了72岛岛主 36栋栋主 天山同老死后 虚竹上了飘渺风 拔除了72岛岛主36栋栋主身上的生死符 此外 由于虚竹在邵氏山击败了丁春秋 随着丁春秋的锒铛入狱 清秀派数千较众也跟着虚竹一起上了飘渺风 继而成了灵鹫宫的一份子 也就是说 虚竹出任了公主之位后 他不仅要面对战有欲极强的孟姑 还要面对成千上万心怀鬼胎的较众 逼着用心怀鬼胎四次来形容 灵鹫宫较众一点都不过分 闲看九天九不中雨 他们先前在天山同老的调教之下 成了冷酷无情的杀人机器 再看72岛岛主36栋栋主 他们原是杀人越货 无恶不作的歹人 至于新秀派数千较众 更是一群溜须拍马之徒 只不过众人忌惮虚竹的高深武功 这才臣服于虚竹麾下 但虚竹自小在少林寺长大 不安适适的他 很容易禁猪者斥 禁墨者黑 继而被这些歹人带坏 成了一个贪徒享乐之人 在邵氏山的时候 新秀派较众眼见丁春秋一败徒弟 当即大声唱了起来 灵鹫主人隔佩天地 威震当时五金无比 除了将新秀老仙四子 改为灵鹫主人之外 其余曲调词句 便和新秀老仙颂一模一样 虚竹虽为人质朴 但听新秀派美人如此颂赞 却不自经地有些飘飘然起来 回了飘渺风之后 新秀派较众想必更是对着虚竹 大肆歌功颂得一番 虚竹在新秀派较众的吹捧之下 自然心花怒放 而那些岛主动主 以及九天九不中雨 会不会跟着一壶画瓢 答案是肯定的 身边之人都对虚竹窝语奉承 虚竹还会是当年那个 天真无邪的小和尚吗 最后再看虚竹的本性 他还被走出少林寺之前 的确有一心像火的梦想 然而当虚竹破了婚戒 杀戒 色戒 结出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之后 他不仅有破罐子破摔之念 还有一把不可收拾之势 好比在膝下冰窖里 红老让孟姑和虚竹 论存了三页 到了第四页 红老故意不带孟姑前来 出场男女之欢的虚竹 哪里按捺得住 书中是这么学的 虚竹再也忍耐不住 问道 前辈 那姑娘 是 是皇宫中的宫女吗 红老哼了一声 并不搭理 虚竹心道 你不肯答 我只好不问了 但想到那少女的温柔情意 当真心原意吗 无可激乐 强忍了一会儿 只得央求道 求求你做好事 跟我说了吧 可以预见的是 在灵鹫宫较重的诱惑之下 虚竹必定会不再担恋一枝花 而是尽情地将九天九步中的女子 取来为妻 过起了夜夜声歌 九池肉林的奢华生活 本官孟姑 她原是西夏国的公主 养成了娇生惯养 不来喝去的习惯 在新修版天龙发布的末尾 顶庸还学到 孟姑为了能独占虚竹 不仅将梅兰竹举送给了段宇 还将跟随自己 多年的贴身丫鬟小蕾 一并打抱送给了段宇 当孟姑得知虚竹开始纳窃 她岂会同意 必定一哭 二闹三上吊 虚竹起初心软 但久而久之麻木之后 任由孟姑去闹 眼见虚竹喜心厌旧 无可救药 孟姑最后搬回西夏 和虚竹分道扬镳 落得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结局